今天是7月1日普天同庆 既是我們香港回歸自己國家的24周年 都是我們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 中國共產黨8年的黨慶 習近平主席所說的人民至上 人民生命至上 我們民建聯亦是真成為香港 真成為人民的 這次的巴紙巡遊正如大家也看到 是慶祝民建聯會慶的活動 也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慶祝的活動 我們希望能夠將過去二十多年來 我們一直以來未解決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 能夠在未來世界的特區政府 是可以迎人而解 希望能夠在這個日子裡面 是能夠將這個信息 告訴香港社會的市民知道 一起推動我們香港今次的這個大變革 一起令到香港重新出發 打開我們的歷史 你會看到中國共產黨一路走下來的路 絕對不是平淡 我們看到在一國兩制 是中國共產黨的構思 亦都是實現香港回歸祖國的一個重要的政策 這個政策是開創了和平統一的重要一步 今天我們走到現在 我們回歸了二十四年的今日 我們有了國安法 我們有了新的起步 新的開始 我希望香港人可以重新認識祖國 重新認識我們中國的執政黨共產黨 我們來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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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見